好 当然大家会讲说 趁几何时 那台湾为什么 为什么走到现在 大家只要求一个小确信而已 那这是根据的人力行 最新的一个调查 告诉大家呢 7成5的人呢 是对于薪资收入是不满意的 那么7成1的人认为 我的钱永远是不够用 这样调查当然也反映一些 大家的心声 不过重点是说 会要求要有三万多块 两万八千多块的 这样子的一个薪水报酬 但是我们的付出 是不是又值得呢 所以要请教陈议员 这里头大家一直在强调 这里头的平衡是对的吗 我要求要这样子 但是老板看 你有这样子的本事吗 还是说在这里头的结构 因为刚刚我们分析过一轮了 实在是太糟 所以老板也不可能不赚钱嘛 我想我跟湘龙 甚至于这个 之前我们这一代 我们都应该经历过这一代 以前过去 有那工厂老板经营不散 突然订单没了什么东西 员工说 我不要理薪水 我们继续做 做到你把这问题解决了 我们再理薪水 还有甚至于老板说 我做不下去了 把家产全部卖掉 赔给员工 然后说我到此为止 员工说 那我们把工厂接下来 大家来当继续做 以前的劳固关系 员工一上班10年20年 是感谢老板感谢的不得了 相同老板到顾员工是这样 那因为时代在变迁 环境在变迁 而且工作形态在变迁 现在很多在家里 在电脑上面就可以上班了 可是我最近碰到一个小朋友 我觉得他非常非常棒 他说他现在 他说他现在在台大读研究所 你知道他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他还有生活品质 他在公馆那个地方 卖法家 去批货卖法家 平均一个月可以大概将近三万块的收入 那还是很轻松做 第二个他兼家教 他说大概是一万八到两万二三不等 大概平均 那算一下一个月多少钱 五万块 已经五万了 他还有生活品质是 偶尔去喝下午茶什么 可是他功课成绩又很棒 你懂吗 太神了 那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我跟他聊了以后 我说这样学生很棒的原因是他的观念 他说我与其在街上 每天在那边喊不好不好不好 永远不好都是我 那我继续把它做好 那像我最近 我验证一个助理 刚刚退伍 他去一个工作机会 我验证他的时候 他完全 他学生时代对那个 他不是学这个领域的 对影音这方面有兴趣 我们找他来 我给他一个月的试用期 我说一个月任期满了以后 我再马上帮他调整 重点是什么 我看到他工作态度 我就跟我太太说 像这样的人值得投资 就是他的那个积极态度 你会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 所以我要告诉年轻朋友 就是说我们常在讲 你们又在讲故事 依老卖老 我退伍的时候 78年退伍的时候 我78年年底退伍 我在83年买房子 那不可思议 我们是靠两手拼 可是没有人知道我们心酸 那时候工作不是爆肝 真的像郭总讲 真的是血尿 那时候我们工作的时间 时数长到 各位不能去想象 以前哪有周休二日 以前是周休四日 对我们来讲 休假是浪费 我们恨不得多做一点点 那因为我做的是业务 业务呢 他的收入可高可低 你要自己去拼 然后我们要去兼职 因为兼职的目的是 有一份稳定的 然后收入不太稳定的 业务有可能创造其他部分 这年收入 说真的 这个也追过 法律追溯时期了 我那个时候 平均我大概一年年轻 我可以到将近两百万 一百八到两百万 那我要告诉你的是说 我们很多业外收入 什么叫业外 我是没送过报纸 我坦白讲 健身车的牌我也考了 但我没有去开 我讲业务 我还开过 业务之外 我在酒店做过吧台 我切水果切得很棒 我在西山做过学徒 你知道有的时候 你如果嘴巴笑 这个身段软 人家给的小费 我曾经一个月分的 写费分到一万两千块 小费分一万两千块 各位相信吗 我刚退伍的时候 我在钱贵 我白天在开车当司机 晚上去钱贵兼差 你相信吗 大家分小费 一个月可以分八千块 你再讲像他们这样的心情 但是我们的心 我跟你讲 你的工作态度很重要 人家为什么要给你小费 你同样是做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笑脸一年 你有没有身段够软 我要希望大家往正面去看 怎么去开发自己的价值 而不是在抱怨说老板给多少 可是有些企业真的是不良 他是在压榨血汗这些劳工了以后 获取暴利 其实这个东西可以透过科学数据去精算 你把员工是当作资产 还是把员工当作成本 当成本你就要降低他 当资产你就会去创造你的资产价值 我们讲到以前的美好年代 人们说到那时候 台湾经营成长率有多高 现在经营成长率这么低 那样的美好年代 现在的孩子们 有没有这个机会 你说我也不是不吃苦 但是我有这个机会 去一天兼他那么多个工作吗 这也是一个大环境的现实问题 今天正好是护士节 讲到护士这几年 大家都在讨论他 像龙德说他们的就是一个 真的是爆肝尖心酸的行业 总统今天脸书上又再度提醒说 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 来提高点薪资跟待遇 但是这个能快得起来吗 还是这是个结构性问题解决不了 所以它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存在那里头 那这个问题要个别努力就有用吗 如果大环境不是如此的话 那医护的部分是 另外一个封闭的系统 因为从健保进来了之后 医护的总体的环境 当然医生在台湾的总体的 各个行业里面的收入 还算是高的 可是他其实跟过去比 他是在往下走的 那因为健保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那他是总额起附的 那那个总量就要大家分 那个进出都必须要平衡 因此其实分来分去之后 医生还是会拿到多一点 医院在这多赚一点 到了护理人员真的就比较少 所以我最近这几年的时间 只要有医护人员 他们需要我说话的时候 我都会尽量帮他们讲话 但是以最近 虽然这题外话了 以最近就是说 自由经济示范区 里面要开医疗专区 让医护人员可以进到 进到医疗专区里面 让国外的人 他们可以不享受健保 到这个地方 来接受台湾高品质的医疗 他付比较多的钱 那这医护人员 他就可以进到这个里面 去职业 结果反对的还是一大堆 那这医护人他们就很困扰 连医院都很困扰说 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一块 那与其让我们的医护人员 都被迫到要到国外去 到大陆去当假日飞刀手 那为什么不能用这种 自由经济示范区 让我们医护人员 可以进出两边 那这些其实都是观念上面 需要去讨论的部分 不过这几年以来 我觉得对他们这一代来讲 他们真的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基本的困难 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我们在讲到我们工作的 刚进社会那个阶段 那个时候经济成长率 即使没有两位数 但是8到10 大概是有的 那大部分的产业 看明天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明天会更好 可是今天你会发现 大部分的其实台湾的龙头企业 他对他自己的未来性 都很保守 那台湾过去 其实几个主力产业 两兆双双清几乎都崩盘了 你的DRAM跟刚刚讲的面板 其实状况都很糟 那你最近去年 其实台湾有好几个 好几个台湾第一都中枪 不管是日月光 不管是康师傅 那你甚至于呢 还有其他像是大同等等 这些其实都中担 那更不要说宏达店 宏达店的股价 也一样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那刚刚之前提到说 或者分股票 其实股东也不见得赚到什么 比如说鸿海好了 鸿海他就觉得他的股价 最少300块 可是你最近你看他的话 大概就是50几到80几 最近到80几可能就到顶了 市场上面就开始有反应了 好这就是说整体而言 大家对未来都保守 你想当你的老板 他对他自己的明天 都不太有把握的时候 他敢去大幅的就是说去调薪吗 多半很乐观的时候 我就敢调薪了 我想大部分老板 也不愿意看到自己过的 然后员工过的苦哈哈 而是我们的产业 在过去几年里面 真的让他很担心 就是说我们的产业的未来性 不怎么看好 老板呢都很保守 而且转型的过程当中 没有看到什么太亮的亮点 那这个是未来比较担心的部分 就这个再看不到亮点 再对未来没有太大的期待的话呢 这样对整个台湾的劳动环境来讲 它绝对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孟永刚才 透过我们画面也看到了 现在全台湾目前来自 劳动部最新的统计 告诉我们178万人的日工时 大概是平均在12个小时以上 我现在这个部分 应该你们都略有研究 也可能根本是深入有在研究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就你们第一线的发现 研究发现是老板的问题多 还是员工素质太差 还是大家就想多赚钱 我不加班我赚不到钱 没办法 其实刚刚很多来宾前辈 提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大部分我都同意 一些产业面或其他层面的问题 但我觉得有一个现象蛮有趣的 我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 美国的学者就有提出一个观点 叫做劳动力市场区隔理论 他这个理论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个劳动市场 因为通常有分为 主要劳动市场跟次要劳动市场 那我们刚刚提到非常多的 加薪的机会 大家可以看到 像是所谓的主要劳动市场 是像是很多政治人员 他是正式的这个公司的雇佣人员 他工程师 他可能是一些技术人员 他其实在 他就是所谓正式的雇佣的劳工 他有非常多的加薪 甚至包含刚刚提到 所谓的14个月的薪施 甚至是包含 鼓励跟分红的部分 但另外很多一部分叫做 次要劳动力市场 他是什么人呢 他是可能是 譬如说派遣 我们刚刚听到 像我前面举例 宏达电 他至少有20%到30%的派遣 跟这个建教生的人员 我寻过的厂 曾经有一个 大概20%以上 建教生派遣跟外劳 加起来超过25% 将近30%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群 这样的一群的 劳动力的人员 劳动力市场 就是所谓的次要劳动力市场 那他们其实就没有 什么所谓的加薪的机会 甚至更不要说 所谓的鼓励跟分红 所以从一个结构是说 一个产业的结构 一个整体经济的结构 确实没错 我们的前景 跟不管是牢固双方 对未来的看好度都不够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一个劳动力市场 他受到了各种因素之后 他开始产现 产现这种区隔化的现象 这种区隔化的现象 其实会让贫富差距更大 假如说你没有进入到 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机会 这个升职机会里面 时候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工时越来越长 然后薪资却没有增加 这是一个现状 其实刚刚梦雨这边点到一个 现在大家认为应该 期待立刻要来解决 派遣这个问题 我们先休息片刻 我们待会来继续来看到说 台湾还有哪些血汗行业 问题出在哪里 派遣的问题 政府是应该带头 赶紧把它给终结掉呢 我们待会再来看